昼月连雨是一共完成48公里的副总行军 地行学训练不仅强度大 难度也高 白天在林木茂密的山中寻找小小的目标点已经很不容易 夜晚就更加困难 而正是在这次夜间训练中 一组组长庄虚舟因为专注于寻找目标点而扭伤的脚踝 操舟训练之前 他还专门找到队医给脚踝处喷药用以止疼 脚踝受伤看似和操舟并无关系 但操舟的时候腿脚部位都要用力 而庄虚舟脚踝处不时出现的疼痛感觉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动作 最终影响了小组的成绩 根据庄虚舟的伤情 今天他原本可以修整治疗 但作为第一组的组长 对于操舟这个新增的比赛科目 庄虚舟并不愿意缺席任何一次的训练和考核 其实在集训过程中 每名队员都要面对类似的伤痛 但他们却从未因此而退缩过 作为特种兵 他们必须具有远远超过一般人的长寿能力 不仅如此 队员们还非常清楚 他们的每一次训练都牵挂着许多人的目光 而他们的出征参赛 则承载着更多人的期待 随着比赛时间的一天天临近 队员们心中勇夺第一 为国争光的信念愈发坚定了 训练也更加投入 虽然训练的弦越绷越紧 但训练渐息 队员们也不忘 让自己的神经放松一下 二组组长魏法强在休息的时候 就和教员吴仲良开起玩笑来 来 教员 我认识 我绝对讲这会儿 那我看着 我觉得你的鼻子三下左右 你不能讲这会儿 五下不过十公分 来来来 入了一百块钱 别动啊 一 二 三 来吧 来吧 二 谁都不是先手吗 先先手 罚了一百块钱 一别 一别 两千 啊 releasing 你是不是人呢 我是cri 你 所以 爱 小小的一场游戏 让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大家仿佛一下子忘掉了 训练时的种种苦累和伤痛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 在新增的比赛科目上 队员们提高都很大 而对于原有的比赛科目 集训队则进一步加大了训练难度 要有绝对的强于对手的竞技状态 要有绝对高于对手的竞技标准 要有绝对细于对手的竞技准备 还要有绝对超于对手的素质水平 距离正式比赛 只剩下一周时间 队员们很快就要出发了 今天要进行的是出国参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训练内容是步枪速射 在所有的比赛科目中 速射既要追求速度 又要保证每发子弹都准确上把 是最容易出现失误的科目 也是机训队一直进行强化的科目 而这最后一次训练是对队员们备战情况的一种检验 同时也是一二两个小组最后一次进行较量的集会 正式比赛中 步枪速射的要求是以小组为单位 在三十至四十米的距离范围 每个人用四发子弹打两到三个目标把 而集训队在最后一个月的备战阶段 训练时却要求每名队员都要用